就是在新的病毒出现了以后 首先就是要不能畏惧它 然后要立刻地去对它进行一些研究 然后去发现一些攻克它的方法 这个其实是我们做病毒学研究的一个责任和使命 我是莎思思 是青海大学医学院的直播生 目前在研究的是 新冠病毒的抗体和疫苗相关的研究 白大褂 蓝手套 如往常一样 莎思思正手持实验样品 穿梭于各个实验室之间 2020年寒假 在得知疫情消息后 莎思思的导师张林奇教授 紧急组建科研公关团队 收到消息的莎思思第一个请应加入 刚放假回家一天 便又匆匆返回校园 并争分夺秒展开实验 病毒表面的膜蛋白 它相当于是一个钥匙 它必须要找到细胞表面的锁 打开了以后它才能进入到细胞中 然后我们就首先要找到 它是跟哪个钥匙结合 然后是怎么结合的 第二个工作的话 就是我们要去筛选 这个能阻断病毒进入细胞的抗体 两个月的时间里 莎思思每天都会泡在实验室近12个小时 实验室的灯总是最晚熄灭 疫情下的校园略显冷清 除夕夜 莎思思捧着师姐送来的饺子 第一次在实验室里度过了春节 平时在实验室里 大家都热热闹闹的 所以就是整个人 就是实验室就只有我一个人的时候 就会觉得特别的冷清 去年的春节是在实验室度过的 当时做实验做到很晚 食堂也没有饭了 所以是师姐给我拿了一碗饺子 我就直接在实验室里 一边吃饺子 然后一边看春晚度过了这个春节 等到晚上我把所有的门都关了以后 就下了大雪 然后我就在雪地里面走 就是特别长的一条路上 就只有我一个人的脚印 在经历无数次的失败后 扇思思和团队成员 终于解析了病毒与蛋白结合的关键结构 并成功分离出200多株抗新冠病毒的 丹克隆抗体及其编码基因 那个场景记得特别清楚 是一个阳光灿烂的下午 因为那个阳光正好透过玻璃 然后打进来 当时师姐就招呼我们说 快过来快过来 然后我们就看到 她的那个电脑屏幕上面 有一张图表 就是刚计算出来的数据 就可以看到 就是一个特别好看的S型曲线 然后这个曲线就意味着 这个抗体有特别好的中和效果 当时我们内心都特别地激动 所以我们就说 我们要记录下这一刻 所以我们就一起 在那个电脑屏幕前拍了一张合影 扇思思及团队的研究成果 为后续疫苗研发等工作 奠定了关键基础 但他们并没有止步于此 目前扇思思和同伴们 正在研究新冠突变株对抗体和疫苗的影响 团队参与研发的黑心情腺病毒 载体新冠疫苗 也即将进入临床试验阶段 作为一名青年科研工作者 我们首先是有创造力 有激情 然后有责任 然后有义务地去把我们自己所学的知识 转化成为这些硬核的科研成果 像当年非典的时候 可能是大人护着我们 但是现在这个疫情当前的时候 我们这一代青年学子已经长起来了 然后我们也站出来 然后做出我们该做的贡献和努力 扇思思说 这一年的科研经历 就像用百米冲刺的速度 跑了一场还未结束的马拉松 转眼间寒假幼稚 这个春节 扇思思将再一次在实验室里度过 而这一次 她的心境却有所不同 去年在实验室过年的时候 因为还有非常多的未知 所以就是内心会比较的焦虑和着急 那么今年过年 心境就不一样了 因为我们现在对新冠 已经有了非常多的了解 整个心境是更加的平和 同时对疫情防控 也是非常有信心的 今年过年很多同学都不回家 大家应该就白天还是继续做实验 就晚上的时候 一起在实验室里面吃个饺子 大家就像家人一样一起过个年 我们的课题其实还在进行 还有很多的研究 等待我们去探索 我希望我们的科研也能够有更多的成果 尽快地战胜新冠疫情